美國大選舉世關注 目前川普持續拉開差距 票數一路領先 全美投開票所聚集排隊人潮 投下神聖一票 但也頻頻傳出亂象 關鍵州之一的喬治亞州 多間學校投開票所 收到可疑炸彈威脅 當局徹查後未發現爆裂物 FBI證實是來自俄羅斯的電郵威脅 其他各州也有類似情況 多半都來自俄羅斯網域 能左右大選結果的賓州也傳出多個地區 投票機故障或選票列印錯誤 有選民呆站排隊 還有選務人員急忙檢查 連串技術性失誤 賓州當局緊急要求 重新印製選票 延長投票時間 另一搖擺州 威斯康辛州也傳出技術問題 由於製表機有狀況 十三台機器受影響 三萬張選票 得重新計票 而100州 賓州及密西根州官員 都表示這次開票速度 預期會比2020年更快 無論是賀錦麗當選或川普回國 都將改寫美國歷史 影響全球局勢 三地新聞 科亞韓報導